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诗说节目 我们知道所有的孩子都渴望得到表扬 为什么 我想所有的家长朋友都说表扬孩子很重要 我们知道 为什么 到底重要在哪里了 它内在的原因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有这样一些原因 使得孩子非常的渴望得到表扬 第一个原因 得到表扬 内心会有一个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这是所有的人天生就具备的 不要说孩子了 我们大人也是这样的 很自然 天性所决定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就好了 让他有满足感 让他有这种幸福的感觉 然后你知道吗 这种幸福的满足的感觉 人们天生就会不断地去追求这种满足的感觉 幸福的感觉 然后他为了得到这样满足的感觉 他会继续地去努力 第二个原因 好的行为 如果经常地得到夸奖 得到称赞 他心里很美 又经常地夸 又觉得很美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最终让他这个好的行为 变成一种习惯 来固化下来 那一旦变成习惯了 那就太好办了 他会下意识地 很自然地 就会去重复一些良好的行为 我想这都是我们想看到的结果 为什么要夸奖孩子 第三个原因 我认为也很重要 就是其实夸奖孩子 是孩子自信的一个来源 经常地夸奖孩子 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和维持自信 那一个孩子 如果具备了自信这样的品质 带着自信去走他的人生之路 我想这将是一件多么重要 而有意义的事情 通过以上张琴老师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夸孩子的种种好处 但有的家长 在夸孩子时不得要领 其结果往往与初中背道而驰 那么都有哪些不当的夸奖方式 需要家长们注意呢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父母都是如何地去夸奖孩子 都有什么样式呢 我总结了一下 我认为最常见的 有四种夸孩子的样式 我分别给您做一个分享 您看一看 您可能更加靠近 哪一种夸奖孩子的方式 每一种夸奖孩子的方式 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 什么样的信息 带来一样什么样的结果 边看边来分享 边来分析 边看边来分析 你们家的表扬是怎么样的 有哪些地方可取 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好 在夸奖孩子的这些 所有的父母当中 第一类父母 特别突出 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从来不夸孩子 属于严格要求那种 一定要严格要求 吃得苦中苦方 能做人上人 不能夸 小孩子一夸 就能够翘尾巴 不行 不可以夸 我想小的时候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考一百 甚至经常是考双百 那多高兴啊 第一次当学生 第一次考双百 那慌乎雀跃 拿着考试卷就回来了 爸爸你看 我得了双百 该多高兴啊 可是如果碰到一个 第一种人 从不夸奖孩子的这类人 他会怎么说呢 哎哟 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知道吧 没当过学生吧 当学生就得这样 就得拿一百分 知道不 哦 原来是这样 考了双百分 也不可以太高兴啊 是应该的 哦 灰溜溜的走了 其实爸爸内心高不高兴呢 高兴 他夸不夸奖孩子呢 夸奖 不当着孩子的面 跟别人说 嗯 我们家姑娘肯棒的 哎 这次考了双百 哎 这次又考了双百 偏偏不对自己的孩子 当面说 怕什么呢 不行啊 我要严格要求 要给到孩子一种感觉 必须严格要求 不可以翘尾巴 其实我想首先说给这样的父母听 孩子翘尾巴有什么不好 要夹着尾巴做人 不可以翘尾巴 翘尾巴怎么了 我一直都没弄明白 他翘尾巴就一定会骄傲吗 他翘尾巴就一定不再继续努力了吗 是这样吗 同时我也有一个发现 我发现这些严格要求孩子的父母 就是一直都是这张脸 就是严格要求 没有笑容的 这样的父母 其实他们缺少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呢 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发现孩子那些值得表扬的地方 他们这个发现的能力比较弱 如果是遇到这样的父母 他对孩子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 首先会让孩子感觉到 去要表扬是不好的一种行为 是不对的 是不好的 孩子就不敢要表扬了 孩子也会认为不应该要表扬了 那第二 在孩子的成长当中 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加油站 表扬就是加油站的各位 在人生的道路上 会经常不断的得到表扬 得到称赞 他的成就感才能够建立的起来 他会不断的去努力 去发展着自己 可是呢 就像那汽车一样的 你总让他跑 一股脑的跑下去啊 汽车说我累了 我快没有油了 不行啊 你这就得严格要求 总是不给他加油 还总是让他往前奔 那不就是那句话吗 又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不吃草 对于孩子来说 那草啊 就是表扬 这是精神食粮 它是一定要吃的 不可缺少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想对 严格要求的父母说一句 给他一点草吃吧 他才能够跑得快 好 第三个结果 如果长久的 不给孩子表扬和称赞 会一种什么情况发生呢 经常不受到表扬的人 不知道受表扬 是什么感受的人 他未来可能会变得冷漠 人在受表扬的时候 立刻会有很久激情 对吗 会很兴奋 可是这种兴奋 没有人给到过他 他很可能会冷漠 第四个结果 他会到处去讨好别人 讨好是为了什么 去要那个表扬 因为他自己内心 是非常渴望得到表扬的 这是人的本性 那小小孩 拿着那个家里的钱 说老师我捡了钱 他是会去做一些 这样的事情 去要那个表扬 到处去讨好 做一些不该做的动作 去讨好 为了就想得到这份认可 这就不太好了 还有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小的时候 受表扬的机会太少 长大了 冷不定别人来表扬他的时候 他会非常非常的不自然 因为他没有受过表扬 有没有过这样的人呢 他没有受过表扬 突然有人表扬他 非常的不自然 不知道该 手不知道该放哪 脚不知道该放哪 表现得不自如 反正人家那个表扬 他的人觉得 哎呦 你看我把他弄得不自如了 反正人家还觉得 哎呦 这哪有点不对头 那经常受表扬的孩子 就会觉得 我做得很好 接受表扬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接受批评其实也很正常 我会很自如的对待 但这类孩子 不会自如对待 不能够自如的对待表扬 这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 好 这是第一种人 就是他们从来不夸奖孩子 第二种人 夸不夸呢 夸是轻描淡写的夸 就是这个父母觉得 这件事没那么重要 不值得那个大张旗鼓的去表扬 也很少大张旗鼓的去表扬孩子 举个例子 一个孩子 老师教他一个任务 说板报这次归你 归你来设计 设计板报 这块写什么 这块画个什么 这块怎么布置 哎这是很有意思 这个孩子 花了两个晚上 睡觉睡得很晚 上网 去下载那个制图的软件 然后软件下载 上面的窗口 那么多的内容 一个个都要去熟悉 然后挖空心思去设计 这块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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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了两个晚上 完成任务了 好有成就感呢 打出来一张 给他爸爸看 你看怎么样 他爸爸说 行行行 我知道了 看到了 不错不错啊 忙去吧 这是第二种人 他们轻描淡写的夸 那轻描淡写的夸 会给孩子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一个 最直接的影响是 他很可能会忽略了 孩子努力的程度 这件事 他努力的程度 可能只是 一分到十分 他可能是两分 你轻描淡写 完全可以 这个孩子 努力的程度 是一分到十分 他八分呢 不管是多大的事 多小的事 他努力了 八分的程度 当然要给予重重的表扬啊 那分量感要加强啊 你才符合他的心理需求 才符合那个事实情况 第二个可能会带来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你这样轻描淡写的夸孩子 孩子会觉得 我有一种不被重视的感觉 会给他的一种物件 是不是我这样做 这样子做的努力 就应该得到这样不被重视 孩子的脑子里这种价值观 都会混乱的 会发生混乱的 而实际上 有太多的时候 只要他经过努力了 孩子就会认为 这件事 是很值得父母的重视的 那我们做父母的 就要善于观察 给到孩子这份 应有的分量感 这种表扬的分量感 第三种人 最常见的 很常见的 他怎么夸呢 他叫做无限的夸 夸大的夸 孩子 你是最棒的 你没问题 其实眼看着这次考高中 就考不上了 很明白 心里都很明白考不上了 可是妈妈总觉得 我要鼓励我的孩子 怎么鼓励呢 方法不得当 实际的夸 孩子 你是最棒的 没问题 你没问题的 潜力无穷 孩子听到这样的话 会是什么感受 就像在座的各位 我要用这样的话 你感受一下是什么 假如我现在来说您 你潜力无穷 听着心里很舒服吗 他给到孩子什么样的感觉 第一这孩子很可能会反感 说深层次一点 就是说爸爸妈妈 你在做不负责任的夸奖 你的这份夸奖是不负责任的 我没有那么好 我没有是最棒的 我不是潜力无限的 我不是那样 你干嘛要这样夸我 心里反而不舒服 第二 会给孩子一种感觉 叫做一个字 累 你让我拼命地爬着连滚带 爬着往前走 其实还达不到 达不到还更加会让我自责 会形成其他的恶性循环 不舒服啊 真的是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这样的夸奖孩子 我们已经失去了夸奖的意义 夸奖要达到什么目的 让夸奖成为一种动力 对吗 可是你这样夸孩子 会成为一种动力吗 相反啊 成为了一种阻力 成为了一种压力了 得不偿失 以上张琴老师给我们指出了 三种不当的夸奖方式 并分别指出了他们的危害性 既然这三种方式都是不可取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夸奖方式 才是值得提倡的呢 那好 还有第四种人 第四种人是实实在在地夸 诶 这是我们提倡的 什么叫实实在在地夸 我们还拿刚才的一百分来举例子 一百分女儿的考卷拿回来了 要是母亲的话呢 会把考卷拿过来 用那种欣赏的眼神 去浏览着这份考卷 欣赏的眼神 这个眼神和表情 我们在下面还会讲到 它对孩子已经是一种表扬和称赞了 对吗 然后妈妈很自然的说 流露出一些语言 这种语言是最自然最朴实的 又很具体的 她会怎么说呢 哇女儿 一百分哎 哎我说 要一丁点都不能够错 才能得一百分哎 姑娘说句实在话 要让我来做你这一年级的卷子 我都不一定能得一百分 妈妈那怎么可能呢 因为我有的时候可能会粗心呢 虽然我都会 啊真不简单 要一点都不错 才能得一百分 哎 这个地方错了 我看到你把它打了个叉 又重新改了过来 是检查了是吗 嗯 是的 嗯 既然呢早都写完了 我没有交 好好地检查了一遍 哎呀 我女儿真细心 啊 再比方再往下看 说哎呦 这道题好难哦 这么多步骤 不容易啊 做对了 嗯 是的妈妈 这道题很难 费了我好大功夫呢 啊 再比方说 妈妈会说 啊 姑娘你觉不觉得 这段时间看电视剧 看的少了 哎 有好处哎 见成效了 哎 你觉不觉得 每天早晨上学之前 就背五分钟的书 有好处哎 你瞧瞧 见效了 是不是 嗯 就是的 两个人怎么样 都很 都很愉悦 都很高兴 这叫表扬 这种表扬 有什么样的结果 它好在哪了 有哪些地方 可以可取的 其实真正会表扬的人 特别简单 就抓住两点 就OK了 第一点 表扬过程 而不是表扬 那个结果 如果你只表扬 一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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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一百分 这么重要 孩子以后 就奔着 那个一百分 而去 对不对 假如你表扬的是过程 哎呀 你这么细心 哎呀 是因为看电视少了 是因为每天早晨上学之前 背五分钟的书 是这个过程好了 强调过程 孩子以后还会去注重过程 对吗 如果一个人做事情 过程好了 你还会用担心他那个结果吗 过程好了 你还会用去担心那个分数吗 可是恰恰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父母 就是抱着那个分数 这次87啊 下次跟你说 只能高不能低啊 或者你看看 上次90分 这次怎么87了 那三分之差 你就看着了 其实也许这87分 他比上次还努力呢 那个努力的过程 您看到了吗 您表扬到了吗 没有 反而会伤到孩子 这叫教育 教育不到点子上 这是第一 表扬过程 而不是表扬结果 其实这就是表扬真正的核心内容 把握着这一点就很OK了 那好 还有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表扬的时候 要表扬的具体 而不是空泛 哎呦 我这儿都打了个叉啊 然后你后面又给改过来了 我看到 哎呦 多具体啊 你从这儿发现了孩子的细心 总比你平常说 嗯 你是个细心的孩子 空吧 哎 你要做得细心一些啊 多检查检查啊 空吧 或者说拿着100分考卷了 那种空泛的表扬 怎么表扬呢 啊 考得不错啊 啊 还行 嗯 不错 还可以 你说吧 麦当劳还是肯德基 是不是 啊 其实真正的表扬就在乎这两点 把握住了就很OK 李章章吉老师通过对比分析 教给了我们最佳的表扬孩子的方式 那么 在实际夸奖孩子的过程中 我们还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呢 好 我想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 想跟各位父母分享一下 第一个注意事项 夸奖孩子一定要夸奖的及时 人家这次得了100分 忙啊 来不及看啊 小保姆签个名啊 早上走的时候呢 你早上走了孩子还没起床呢 晚上还都睡觉了 你还没回来呢 人家下次的考卷都该拿回来了 你这次的考卷你还没见到呢 还没表扬呢 过期就没用了 当他考试得非常好 自己正在兴奋点上的时候 巩固他一下 强化他一下 孩子好 把这个好给他强化一下 这才容易起作用 夸奖的及时 第二呢 孩子只要他进步 只要他在努力 就可以夸奖 而不是说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才去夸奖 什么标准呢 这次你跑步要跑到第三名才给夸奖 跑到了第四名绝对不给夸奖 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样的 不管你付出多大的努力 你到了第四名就不予表扬 不看这个结果 我们在奥英会上一定听说过这样的一个例子 说有一个田径运动员 他跑了最后一名 他被别人拉得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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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他的腿受了伤 他最后一瘸一拐的 跑回了终点站 所有的人 上万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欢呼 为他鼓掌 他是最后一名 是因为那份精神 是因为他那份努力的过程 所以说只要努力了 就给予表扬 而不是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意思是什么呢 依然是注重过程 而不是注重结果 好 第三 夸奖的频率不可以太高 太高有意思吗 就像那红烧肉一样 好吃不好吃 好吃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一天三顿饭 顿顿都让你吃红烧肉 你会怎么样 你啊 还起作用吗 让你两年不吃一次红烧肉 吃一次香啊 当然两年时间也太长了 第四个注意事项 夸奖 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点是需要跟父母朋友们来分享的 您总以为 哎呀孩子们 只要一夸奖就是动力 他会很好的往前走的 他不可能起到 他不可能起到 就是说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他的这份动力不是无限的 所以依然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 第五 说肚子把握 我们依然要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让这个表扬 被表扬所冲昏的头 什么叫被表扬冲昏的头 就是你总对他树大妈之 时间长了 他可能会养成一种习惯 说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要给我树大妈之 不树我就不干了 刚开始是 我只要给你做点事 你就给我零花钱 下次我还要干 你要再不给我零花钱 我不干了 这就不好了 时间长了会形成什么呢 得了一种病 叫做赏识依赖症 如果让我们的孩子 得上了赏识依赖症 就不好了 所以归根到底 如何夸奖孩子 既要讲究方法 又要讲 又要掌握一个度 但愿这期节目 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发和思考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这一集 张琪老师给我们的启示是 用正确的方法夸孩子 让他们在夸奖声中 茁壮成长 另外 语言在高通中 必不可少 但是家长们 常常在不经意间 对孩子使用过激的语言 这些负面的语言 会对孩子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又该如何 避免过激的言语呢 敬请关注下集 避免言语过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